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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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第一次在快本呆呆地跳中枪舞 比起Hard 2出发魔法城堡时候的我 现在的我大概成熟了许多 自信了许多也优秀了一些 我们三个人的成长 每星期每个月都会通过文字 镜头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也发现很多特别小的细节 你们都会注意到 生怕我们变了模样 分享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歌词 转瞬之间忽见黄若隔世你的脸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感触很深 是啊 已经三年了 回头一看 我们真的已经成长为了大人的模样 回想起三年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 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半个月前训练的时候 听着以前的音乐 想到那个时候 为练了那个舞蹈 熬到半夜 也是经常 现在看来 以前的自己 真的有那股傻劲 不过 也很庆幸 庆幸自己当时那么拼命 也庆幸 幸好有你们 幸亏有你们 让我觉得 付出有回报 也让我觉得 这么多年的积累 没有白费 我们都是幸运的 虽然有很多的阻碍 但背后 却一直有强大的你们 从TF Voice出道宣传片 到第一张专辑 第一次上节目 第一次参与电影 我们三个人的成长之路 一路都有你们 我们是集了那么多的爱 与一体的人 你们是我们背后 千千万万的曝光 激励着我们前进 我们也一起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做公益 先爱心 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每次看到换死了那么多人的力量 就觉得莫名的代感 在这里给所有的人 比一个大大的赞 还有一些话 一直藏在心里 其实 小时候被爸妈 自己厚望的欣喜同学 有些累 所以 我想就过去地自己说 抱歉之前只看到你不好的地方 给了你很多的压力 因为急切地想让你变得更好 所以有了抱怨和责怪 对不起 我现在我想摸摸你的头 告诉你 你当时所做的 现在所做的 都是爱你的人 为之骄傲的事情 你要跟着我一起 继续坚持下去 如果有一天 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 那幅画 我每次哼到这句歌词的时候 都会想 不知道多少年以后 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还会不会 有这样的人包容我 在意我 知道这里有些害羞 所以在这里 让未来的一样千禧 喜好 谢谢大家